早晨早晨 欢迎大家收听 由杰哥和敏儿主持的 《精彩生活起跑线》 杰哥早晨 敏儿早晨 各位天同早晨 杰哥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八卦 我知道平时你都很少喜欢讲 这些娱乐或者八卦新闻 但是今天这个题目 我觉得现在在香港 真是热到不得了 我也想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新闻之余 都看一下其实这件新闻 或者这件八卦料 在后面牵扯出一些什么政策 或者是措施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我正重声明一下 我们不讲八卦 是那种没办法证实的 那种流长飞短 我们是不讲的 但是有些大家很关心的社会事件 并且这里面可以 令我们产生一些问题 产生一些思考 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 是 今天讲这个所谓的八卦 即是在香港目前炒得很热 很令大家关心的事件 简称叫什么 何生何太 你一说何生何太 我以为是杭申和纪尔太 不是 原来是一个叫可白的人 这个可白其实他76岁 最近为什么搞到这么大风波呢 就是因为他最近娶了一个43岁 比他年轻很多的一个女人 等等等等 七十几岁 76岁 76岁和43岁 差了33岁 33年 也不是很过分 但是76岁其实都真是可白了 过分在什么呢 这个女人不是和可白 不是说他们已经拍拖很久 或者是同居了很久 而决定结婚的 而是这个女人听过在街市认识的 这个女人是认识了大概一个月 是主动提出不如我们结婚 一个月 其实我们讲一下 夫妻之间是否一定要相识 然后相知 然后相爱 然后结婚 然后结婚 是不是一定呢 不一定的 现在这个社会对婚姻和两个人的关系 已经很宽泛的道德标准 是否可以不结婚同居 也可以 可以未婚先人 也可以 其实大家对这件事已经没什么了 不过 这个差33岁的年纪两个人 可不可以结婚呢 我觉得最重要是看动机是什么 是的 这个动机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说真心相爱 就算差33年也好 一个月我觉得是比较快 但是问题令大家都觉得 咦 这个新何太 大家都觉得她有问题的原因是 因为她这一个月 只是说要买礼物给她 这个月内她说要结婚礼物 但是她上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 因为访问 我看到劳力士手标 接着就两卡的钻石戒指 还有什么颈链之类的东西 总而言之 只是这个月送给她的礼物 30万 爱情是不可以用金钱衡量的 但如果你一个女人刚刚认识你 你是男人 不停叫你买礼物给她 还要是贵礼物 那你会怎么看呢 你觉得她真的喜欢你吗 在我身上 我确定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我知道 因为如果你用金钱衡量 你对一个人表达你的爱意 本身就很有问题 这个本身就大了一些买卖关系 这个其实我看到很多 世俗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他对你好不好 很多人都说 你这个东西又不捨得买 他又不捨得买 这样叫我爱我 如果用这样的角度去想问题 我想 其实 我很确定这里面 不是以感情为主导 是的 但是 这个可白 好像盲目了 他觉得 我爱他 他要我买什么给他 我就买 大家都告诉他 其实 你有什么理由 认识他这么短时间 买这么贵的 我们应该有不同的思考 我就这样听你说完 这个 说到这里 说到这一部分 我很确定 这个可白很爱 他的新太太 肯定 是不是 你不要说这个世界 没有的建中情 有的 你知不知道 现在通过这个AI分析 很多这个据说 世界上的情报机构 可以做到什么水平 什么呢 他想收买一个人做间谍 他分析了这个人 他可以知道他喜欢什么身高 什么上貌 什么发型 什么肤色 什么瞳孔颜色 分析得很清楚 然后找一个 差不多符合你心目中 一见钟情的标准的人 放在你身边 用美人计去收买那些人 所以其实这个世界 是有一见钟情的 很明显 可白对何太 有一见钟情 我们很确定这件事 他怎样认识呢 就是好像在街市上 大家认识了之后 这个新河带 煲汤他喝 煲汤 煲一下 喝一下喝一下汤 就变成了个老婆 变成迷魂汤 我有看到报道 起初就说 好像是认造契女 搞搞搞搞搞 就变成了个老婆 所以其实都很匪夷所思 我觉得是 契女这些东西 听起来就有些 我们看港产片 一说到契女 都会被人家 嘔嘔的感觉 所以 我不知道他们两个怎么认识 街市怎么认识 我不知道是 撞到 还是 因为 什么机缘巧合 认识了 认识了 之后 很明显 可伯对未来的何太 一见钟情 一定是有所表示 何太又很懂 打蛇水滚上 接着煲汤喝 就变成迷魂汤 可伯就爱上何太 何太又觉得 可伯是他 值得选择的男人 值得选择就是 最重要是有足够的银子 买足够的 令他满足的礼品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何太 亦都是有准备的 总之言之 他就说 因为和何太有了 某一种的关系 嗯 所以就觉得 哎 我们结婚了 等着等着 如果何太是单身 未来的何太是单身 他两个有什么关系都好 以今时今日的道德标准 已经是不受批评的 是 我刚才说 现在很多人 未婚先人 未婚先同居 这个人都觉得 很正常啊 你不能接受啊 那么老套 这个社会的道德标准 已经到这里了 所以可白和何太 有什么特殊关系 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是 接着之后 就开始金钱索取了 其实可白有五个子女 五个子女 当然就觉得 哇 这个女人是欠钱的了 第一 你有什么理由 差33年 会喜欢我爸爸呢 停停停 这件事我表示反对 你知不知道 有个华人科学家 她叫杨振玲 知道 她有个太太 小她多少岁 很多 我只记得 54岁 那杨振玲和这个太太 又有不同的故事 她不是街市食的 是 杨振玲当初 作为一个外聘的专家 据说在汕头大学工作的时候 她的太太 庸帆 就是她的身边工作人员 当时男的几岁 女的几岁 总之两个差54岁 庸帆 我当你刚刚大学毕业出来工作 都二十四五岁 杨振玲当时应该七十多 那也很夸张 这个年纪是很夸张 但是两个人当时就认识了 认识完后 杨振玲就和她分开了 因为工作关系 没有再接触 但是应该两个人当时 彼此留下印象 于是杨振玲的太太过世 庸帆就离了婚 所以两个人再次走在一起 所以其实 这些亡年婚姻 当时大家都有议论纷纷 最大的问题就是 大家都觉得 女婿看到外父 叫什么 叫爸爸 爸爸好像差很多岁 如果和杨振玲相差五十四岁 一定确定 杨振玲的爸爸比杨振玲小 所以后来 人们就特地问杨振玲 你怎么称呼你的外父 就是杨先生 杨先生很明显不是外父的称呼 但是没办法 所以在这些亡年婚姻 都有些令大家尴尬的事情 但我觉得 如果身为当事人的子女 我觉得一定反对 很自然的反应 接受不了 可能那个 所谓的新妈妈 跟自己的年纪差不多 第一 最接受不了 就是在这么短时间 已经令到她爸爸 在这个女人身上 花了这么多钱 我来看待这件事 第一 可白可不可以和何太在一起 我觉得可以的 年纪相差大 不是问题 是 你说子女反不反感 我要这么看 首先第一 子女平时对可白 是否照顾得 无微不至 可白如果常常有汤喝 那会不会喝那碗 何太迷魂汤 其实我看回报道 就是说 这个可白的前妻 就是这五个子女的母亲 在九年前过世 而过世之后 这些子女 亦都有和可白 经常吃饭 甚至乎去旅行 关系非常之好 完全没有问题 不是说 接着他们不理老人家 是两回事 你说你时不时回去探讨父母 和生活上每天照顾的父母 是两回事 这是第一 第二 即使他的子女和他感情很好 这个丧偶的父母 可不可以再有遞春呢 以今时今日的社会道德来说 大家都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要尊重人的权利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因为认识了这么短时间 只是见到这个女人在自己爸爸身上 不断拿钱 这个才是问题 这个才是问题 其实如果说作为子女 他爸爸认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 其实大家有相处知道 见到面就笑笑笑笑笑 相敬如宾 未必真的要对自己的亲生父母 去对待他 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是这些子女 见到这个爸爸的新老婆 这么短时间 拿了这么多金钱上的东西 当然有警惕 这个就是道德之外的 令人觉得怀疑 你的动机是什么 但是最糟的 就是他爸爸觉得 这五个子女 变成了五亿子女 觉得我已经这么老 我想找一个盘 你们都反对 你们很不孝 即是变成了这五个子女 在爸爸眼中是不孝 那是不是不孝 不如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和大家继续聊 稍后见 稍后见 所以说 全城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可白和这个 新何太 这是一个社会新闻 因为上一节 我们讨论到 可白可不可以找老婆 其实我觉得 在道德上 法律上 是可以的 但是找到这个 何太回来之后 她的子女 她发现她爸爸的财产 迅速被转移到何太身上 这些子女 可不可以有所反应呢 应该 这是法律上的问题 第一 可白之前的财产 应该是和她前太太共同拥有 对 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创业 或者反正无论是谁责的 应该是婚姻当中的共同财产 除非她和太太结婚之前 有过财产分割 叫婚姻财产证明 但是我相信没有 所以 可白在法律责任上 变成了她和她太太共同财产 她的子女是有权继承的 这是法律上的考虑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因为可白和她的子女 是一个乱名户口 其实这次有450万 这450万也是整件事的关键 印爆点 是的 其实刚刚说了 一结婚一个多月 结婚礼物 或者平时送的礼物 都已经30万了 到了将近十分之一 30万 然后这个新何太太 除了建议立即结婚之外 结婚了 接着就说要和老公 拿100万出来做小生意 我不知道在香港100万 是一个什么概念 是不是可以拿出来 已经足够拿来做生意 大家都知道 网民在挑战 100万能做些什么生意 那不是的 你去街市开个鱼当肉当 100万就够了 够了 租个铺 然后入肉 又买肉 批发肉 然后零售出去 够了 关键是 100万不是大钱小钱的问题 而是这里面 可白作为一个父亲 她有她的家庭责任 和社会责任 我们的理解 在法律上 她和她太太 即过去生的太太 是共同财产 这些共同财产 其实她的子女 是有继承权的 如果再有第二段婚姻的时候 她应该在财产分割上 应该有一个法律上的保障 你不会和新何太太结婚之后 跟着这些钱 100万 200万 300万 400万 全转到新何太太身上 她的子女便喪失了继承权 这是法律保障 是 到时一定会有诉讼 而我觉得 刚刚说的 那450万 因为她和她的子女 有一个联名户口 如果大家有看到 那个节目的访问片段 你真的觉得 这个新何太 真的完全是有那种 要霸佔她的遺产那种动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当时主持人在问可伯 就说这450万的银行户口 你是和小女有亂名的 可伯就说 是的 当初都是想着 亂名 到时 到时 我走了 她有继承权 当她说到继承权 之后 这个何太跳出来 不是继承权 是帮你处理 你说话要小心一点 用词要小心一点 我想她这个新何太 基本上是一个法盲 其实我也看到香港有个律师说 这条片 这个访问条片 如果一个小女真的要打官司 如果可伯真的说 这450万我不是给你的 你不可以自己签名 拿走了 如果真的打官司 这个律师就说 这个电视台访问这条片 就很有力了 因为可伯当初在这条片一说 就说这个是阿女繼承 是的 其实你有阿女亂名 也是一个老人家老 如果突然间有什么突发事件 又没有留下遺图 起码女儿可以处理不财产 其实银行的亂名户口 本来就有这个保障 如果万一其中一个过了身 其余那一个可以全权承受所有的钱 是的 所以其实如果她的兄弟姐妹 相信这个妹妹 她就可以合法处理这笔遗产 但是这个所谓的新河太 一百万一百万把钱调走 其实原则上应该经过这个妻女的同意 很明显没有 第二个就是她何伯和河太 因为这件事上电视做访问 其实这个河太極力想证明 她是这笔钱合法的拥有人 極力想证明 其实她和这个河伯是真感情 甚至她讲一段故事 信不信大家听一下她以下讲故事 其实这个河太之前有段婚姻 她应该是有个儿子挺大的 如果按她这么说 因为她其中讲了一个故事 她在节目中说 她说我告诉个儿子 说你叔叔 即是说可伯 被小女儿捡走钱 你叔叔就没有钱生活了 臨老过不了世了 很凄凉 这个河太前夫生的儿子就说 我不读书 出去赚钱做事 回来养叔叔 一边说 这个河太一边流眼泪 我不知道有多少观众朋友 会相信她讲这段故事 但这里面体现了一件事 她的女儿拿走她这笔钱 即是可伯的亲生的儿子 拿走这笔钱 有没有犯法 没有 是不是 这笔钱和这个新河太 以及这个新河太 自称说要出去打工养的 新老爸的儿子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是的 这个钱的来源 这笔资产的来源 和你没有关系的 是 如果是可伯结婚的时候 我这笔钱 就给了这个河太 行不行呢 你就是不行的 你要经过你的儿子同意的 因为这笔财产 如果是你和过了新的河太 是共同拥有的话 子女本身是有一半继承权的 是 绝对是对的 所以其实从法律上说 可伯和河太两个的行为 在法律上是说不通的 就是 其实这一笔450万 当初也是令到大家有点拗头 为什么呢 传闻出来 这个联名户口是需要两个人签名才能拿走 为什么后来又说 那个儿子拿走的钱 大家就很阴谋论地猜 会不会可伯 其实已经知道这个新河太 不太好 所以和那个儿子就夹底 其实他们两个签了名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告诉新河太 其实女儿是拿走的钱 但是很多的疑团 大家在想 是不是这个可伯自己做了些东西 但是现在这个疑团解开了 并不是可伯发现这个新河太有问题 而是银行职员发现这个新河太有问题 所以帮可伯保住了笔钱 其实可伯的户口 在他拿了30万帮这个新河太 去买各种名标和礼物之后 还有多少钱 450万 450万 这个是做了定期存款的 为什么银行职员觉得很奇怪 因为这个定期存款 应该到6月才是够期 即是说他在未到期的时候要拿 首先会有罚款 他坚持要拿 我们先搞清楚内容去膜 第一 何太和可伯去银行 要提出一笔钱 即是说电视节目当中说的100万做生意 应该可伯在其他户口上不够100万 要这么分析 只有这450万做了定期存款 现在香港的利率是多少 应该有5厘以上 这么高? 那么出奇 美国利率一直升 你全世界都在升 我最近在台湾银行看到 好像只有1.9多 我今天看到好像是 我想你可能有眼花 你今时今日在台湾 全100万美金 知不知道多少利率 不知道 5.6% 全三个月 我看到银行的大招指 是吗 我看到可能是存款率比较低 不要緊 我们以5%来算 也是一笔挺好的生活费 对于保证可白的生活 所以子女有钱 老爸有钱 而且说真的 那笔钱 像你所说 她的前妻 即过世的太太 应该是 以前和她共同努力 存回来 又或者 她5个子女 平时给可白的生活费 可能 没人知道 但是这450万 就肯定 跟你刚刚说 跟新河太 和新河太的儿子 是无关的 所以新河太 就要100万做生意 我目前没有看到 总之要100万 这个时候 银行职员就发现不对头 阻止了这次提款 没错 所以现在职员 被很多网民在那里大赞 即是说这个职员够醒目 银行要加薪 即是觉得是 救了可白 但可白当然不是这样 当时的情景就是 因为一个老人家 带着一个年轻的女人 亦都不是她的儿子 亦都不是她的儿子 亦都突然之间 有个这样的人 突然之间 要在存款到期之前 宁愿虚钱 都要拿不钱出来 但在前提之下 职员就觉得有问题了 因为你做定期 如果你提前拿的话 最基本的是 你之前应该享有的利息 都没有了 通常的定期存款 是你定期一年 一年之后才给你一个年息 如果你是提前拿走的话 那就会变回 不定期的利率 就会低很多 即是可以这样说 亏息 你知道银行职员 告诉她会亏多少钱 这个数目 大家都觉得是很不合理 只能说 这个银行职员 做大了之后 即是客人 罚多少 450万 他说要罚他11万 不奇怪 不奇怪 譬如说银行和你之间 有一个协议 我给你一个很好的利息 但你不可能提前拿走 你提前拿走 我要罚你先 因为作为银行来说 我收你的定期存款 我就会拿去投资其他地方 我投资未到期 我自己未拿回来 你现在提前结束 我要给你钱 是不是我虧了 所以我要罚你钱 这是很正常的 但很多人认为 这个11万的罚款是比较高 所以觉得 应该是银行职员 说大一点 不如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谈 好 稍后见 不如回来 精彩生活起跑 结果刚刚提到 可伯 因为想到银行拿100万 其实要把他定期 450万的定期取消 银行职员就告诉他 如果你这个时候取消 就要罚11万 所以这个罚11万 令到可伯和何太觉得 肉痛 第一 其实不止的 银行职员 而且说 如果你要取消这个定期 是要两个人簽名 因为这个联名户口 是可伯和他的弟弟 是的 所以为什么刚才说 那些网民觉得很容易 后来为什么 小女一个人 就可以拿走那些钱 是不是可伯和他夹底 所以有很多阴谋论 在原意 每个人在估计 后来原来发现 这个联名户口 并不是需要两个人簽名 只需要一个人簽名 就拿到 即是说那个职员 真的阻止了可伯 拿了这笔钱出来 这里面有几个角度 第一 你知道现在骗案很多 很多骗案当中的受害人 其实都是很心甘情愿地 去银行拿钱给骗子 所以很多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 为了避免自己银行受损失 为了避免自己银行的声誉受损失 都为了避免自己的客人受损失 所以很多银行 其实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当一个受害人去拿钱的时候 那个银行职员觉得可疑 这个受害人说不出自己合理 突然间拿这么大笔钱的理由 银行是会制止不给他 并且会通知警方 这个已经很有效保护了一些鬼迷心窍的人 特别是老人家 长者更加是 因为长者有时候 有些人可能对他关心一点 他就觉得很温暖 很容易被人压 所以银行职员也是非常警惕地 将这件事在那一刹那 就暂停了 就不让他拿钱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 银行职员有没有做得对 我觉得做得对了 银行职员有没有违反规则或犯法 我觉得是没有的 第一 银行职员觉得 他直觉这次提款好像是一个骗案 事实是否骗案呢 人者见人知者见智 总之一个新的何太 结婚一个月就问他拿100万 你知道100万意味着什么 什么呢 我见到在访问上 可白是很生气的 很生气他的五个子女 说五个子女想他死 可白很明显已经进入了 某种感情的漩涡里面 就觉得这个新的老婆什么都好 五个子女虽然是他亲生的 但没有个好 他曾经说到一个 他说那四百五十万 就应该把他拿掉 五个子女每人代九十万 这个数字说明什么 这个何太拿走的钱 比这四个孩子 应该得到评分的遗产数 还要高 他一不过已经拿走一百万 这五个孩子 即使可白过世之后 他们评分这笔遗产 一人最多九十万 我还没计算 之前已经花了三十万 所以银行职员在这个时候 觉得哪怕是他的合法太太 拿这笔钱的动机 以及会不会影响到 他的子女合法的继承权 所以他制止了这个提款 我个人觉得是对的 其实我想是全城大家网民 我看到都一面倒是帮 这个是感情上 这个感情上大家都支持 你很难相信 認識了一个月 接着和可博结婚 接着拿了他三十万 接着拿他一百万 你很难相信 这是一段真感情 其实当局者迷 这四个字是真的 大家都很看得清楚 怎可能一个月内 不停地问你拿钱 问到你一毛钱都没有 之后你才发现 原来这个人是压你 这些社会案例 我想不要说天天有 每年都有 一些都不奇怪 第二就是 当可博的妻女去提他的时候 银行是否应该把这笔钱给他 因为她的妻女 装了四百五十万 全部清一袋 第一 他的币是有他的名 他是有权人 可博来拿的时候 明显地他旁边有一个 似乎是一个骗子 他不肯定 但是有可疑的时候 他先保护了客户 我想当时银行职员 可能看到可博旁边的 年轻人 两眼放着金光 看着可博的户口 所以事后 他的妻女 把这四百五十万 全部拿走了 但他的妻女 我想是他的子女 因为我看到 有一个公开信 写明 我是可博的子女 我们承诺 其实他父母的生活费 他们一定会养这个爸爸 这四百五十万 不是拿出来的子女 就这样分了就算 他们有一个声明 只是不想给人 就是说 总之 爸爸的生活费 他们一定会给 一定会照顾爸爸 我觉得合情合理 你拿走这四百五十万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不让爸爸 不理智地花这笔钱去 如果以后 在照顾他爸爸的生活上 他们负起责任 我想也无可挑剔 而这个新河太 据说他现在新光颈漂亮 哇 那几十万都戴上身了 所以他其实 在这个访问里面 第一 你看到他 为什么会新光颈漂亮 当然有些人说 可能他不想失礼人 觉得不想被人看少 因为他本身是大陆的 是因为结婚才下来 是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件事我未看得真实 就是一个大陆的人 我知道他大陆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访问当中 或者表达自己对可伯的真感情 表达对可伯的亲生五个子女的憤怒 他因为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以后没有钱就没有钱 他以前说我在香港 摆地摊都会养阿可伯 大不了我带阿可伯回大陆 总之他说自己对阿可伯 完全是真感情 所以这个细节 透露了他是大陆下来的 其实现在大家知道 香港是很多大陆新移民 我见到很多电视台 在做街坊的时候 找到一个粤语纯正发音 都不容易 但他怎样去香港呢 这个真的要看一看 因为我开始留意这宗新闻 都已经发烤了好几天 然后才发觉 好像全城都有说 我才开始去看 但也真的看到 在背后的银行 特别是银行 其实我觉得 去防止一些人受骗 我觉得银行有这种责任 我是鼓掌的 我们不要说一定受骗 可伯 起码是银行保护了 资产应有的持份人的权益 这个值得赚 你说这个新闻 我想起另一个新闻 什么新闻 香港著名的演员李隆基的新闻 是吧 有类似的 但是因为可伯这一宗新闻 很多网民在赚 香港聪明仔代表就是李隆基 说他聪明仔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把他的身家 转给他的女朋友 未结婚 因为出了一些事 女朋友本来想结婚 好像被逮捕了 因为预期居留 但是李隆基的那个 更夸张 李隆基73 那个女孩是37 其实这种亡年婚戀 在香港时候发生 比如说著名的过气影星謝妍 只要有个女朋友二十多 这件事我们独得上不要批评他 各取所需 说不定有真感情 不得而知 但是李隆基那件事 是罵得灰灰扬扬 据说李隆基就准备 立起三袖 准备买屋 共足外巢 结果后发现她的女朋友 有很多很多 好像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但反正是如期居留 被逮捕了 但是李隆基也这么说 他说等他一出育 我就跟他结婚 是的 所以为什么说他是聪明仔 我觉得可白这件事 和李隆基 是有很相似的地方 就是当一个上年纪的 这种情况 是不是经常发生在男人身上 多数都是 你没听见哪个上年纪的女士 比较少 可能大家在观感上 觉得老夫亂妻 大家容易接受 因为以前古代的时候 三妻四妻的时候 常常会有立身妾侍 所以年纪相差比较大 没有听过哪个女士 可以有 少一点 不是没有的 一定有 公开给人看 外国明星有的 是 肉婆 叫她的名字 我忘记了 她经常换男的明星 但是她真的结婚 也有的 所以在华人圈里面是比较少的 但是这些男大女婿的亡年戀 在香港最近事有发生 所谓的耶孙戀 是耶孙戀 李隆基为什么说 他香港聪明仔代表 因为她是搞到黄祖南也要邀请李隆基上他的节目 挺厉害的 但反过来 可白这件事 说免受骗的秘笈 可白这件事 黄祖南也有放上电视 不过不是邀请当事人上来 而是他们扮演 因为香港正在做一个节目 就是扮演 他们三个 黄祖南 李施哲 和阮兆祥 阮兆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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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扮演何太太 扮演得很像 所以这件事 在香港现在真的热到不得了 全城都在关注 其实很简单 热的原因就是 就是说大家信不信这个何太 是真的用心爱和可白 才会有这段感情 不如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和大家讨论 如何看这些问题 好啊 稍后见 欢迎大家回到精彩生活起头 事言杰哥 今天讲的是可白 在香港可白逃生何太的一件事 其实在这件事里 我们也看到很多不同的观点角度 你怎么看呢 其实这是一个社会话题 我不觉得这是八卦的新闻 怎样说社会话题 第一 我们讨论第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已经重复了一次 一个年纪大的男人 可不可以找一个年轻女 做自己的女朋友 或者做自己的老婆 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们道德上不应该批评他 第二 其实造成社会现象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在现实社会当中 大家的生活所需 但是可白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如何看待一个年纪大的男人 当你有权 你有你的需求 去找一个年轻太太的时候 他从另一个角度 你是不是还有社会责任 和道德责任 你之前跟你太太生的子女 是你自己亲生的 你虽然对他们有养育 和公书教学 他们应该相信你 这是没有问题 但是除了感情之外 在法律上对财产的规范 是很清晰的 比如说一个人上年纪 当你想除了一个新的太太 建立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 原来旧家庭所遗留的东西 你是不是应该很有责任 特别是一个男人 应该有责任地处理好他 是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 香港的富豪 未死之前 最重要的是 要列为足 是 那些富豪都 他都画明画暗 都有不同的 他身边的女友 或者他太太 生的不同母亲的弟弟 他都画分得很清楚 我觉得 你不要在道德上 说他这样对不对 起码在法律上 他避免了以后的麻烦 但是你说的 那些真是很有钱 很有钱的富豪 就是他们必须要这样做 一个亿是钱 一元也是钱 这个钱 无论是你大小 都会引起家庭矛盾 社会矛盾 都会引起法律纷争 这就是我想说的角度 你是不是应该 心目中要有这种责任感 不要因为你追求你的亡年戀 追求黄昏戀 追求你的幸福 而令到社会出现了一个相关的话题 好像可白那样 如果他当时处理得好些 跟子女聊 总共480万 他要组织新的家庭 这几个子女 法律上有权分了他母亲一半遗产 可白未死 所以那些不是遗产 可白有没有权处理自己的 480万当中的另一半 我觉得是有权的 只不过子女 是不是对这个处理方式 有不同意呢 不同意也没有办法 因为那些钱是他的 但是母亲那一半 他们是应该 起码他们是可以得到的 这个是我们最简单的去想 其实当中可能还有些细节 比如说 母亲是不是生前赚钱多些呢 这些钱里面有没有子女 他效敬他平时的接触呢 这些都是社会细节 可白应该解决了他和子女的事情 另一面再娶个新老婆 再建立一个新家庭 把那个新老婆以前前夫的儿子 接下来住 都不是问题 以后 和这个新家庭 再继续创造财富 创造了450亿 他前妻生的五个子女 都不应该有意见 对啊 那就干干净净 如果不是你 总之 老爸的事你不用理 我今天 一声娶个新老婆 由息到结婚一个月的时间 那些钱是我的 我自己处理 如果你单纯从这个角度去想 就会造成社会问题 家庭矛盾 也都是今时今日 香港为什么 将这件事吵得这么响的原因 我不觉得 大家要将这件事 和这个大陆人绑在一起 这个女的确实是大陆来的 大陆有没有贪心的人 有没有没有道德的人 有 但是这个女的是不是呢 我们不要落定论 但最起码她在电视节目上 受访问我看完内容之后 我不觉得她可信 我觉得她的子女 维护自己的财产权益 是做得对的 而社会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 以其大家这么议论纷纷 是不是应该有个 法律界人士站出来 譬如说她的子女 应该委托一个律师站出来 将这件事 用法律界定清楚 那四百五十万拿走 那五个子女说 可以 老爸以后我让你 不代表合法 因为现在那四百五十万 已经被子女拿走 就已经是拿走了 除非可白要和她的子女打官司 但是也听到一些律师的说法 就是觉得可白的胜算是很微的 主要是因为 在这个访问里面 她也说了和她的子女 开亂名户口 是因为让她继承 她已经说了让她继承 所以那个新河太 立即跳出来 不是继承 不是继承 是处理 用词要小心一点 这个河太 有些法律意识 但问题是 可白已亲口说出去 当初这笔钱是被子女继承 所以这位律师 他觉得可白 如果真的要胜算的 这笔钱已经拿走了 也不属于 他以后的遗产 已经拿走了 可白在他未死之前 他对这笔钱 是有一定的份额和主导权的 所以他可以打官司 是的 他可以说 譬如说 我们刚刚所讨论的 如果是那五个子女 才继承了妈妈的一半 因为我不知道 她的婚姻过程当中 有没有财产分割的声明 我不知道 如果没有的话 法律上应该是夫妻人一半 所以那五个子女 最起码是有权 继承那四百八十万当中的一半 是四百八十万 不是四百五十万 可白已死三十万 所以可白 如果你能够和那些子女 达成一个共识 他自己的一半 以后遗产 那些子女是没有份的 我想你也要说服法庭 和说服你的子女 为何这些子女是没有份的 作为这些子女 他是有继承权的 反过来 可能我们不知道 那四百五十万里 是不是子女 在这么多年里 譬如说给父母 公养他们的 其中的一些钱 其实是子女给他们的 不知道 总之可白的另一半 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可白死了之后 他才可以继承 可白未死之前 可以全都洗掉 但是你全都洗掉 譬如说 可白自己的投资 自己买股票 甚至自己跑马仔 输了 那五个子女 没话说 可白将这些钱 转移给他的太太 而他的太太做生意 有没有可白的一半 如果有可白的一半 那五个子女 同样对这一半有继承权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财産分割就很复杂 所以作为一个可白 这个男人 他追求一个 他心仪的年轻 一个女士 成为他的新太太 我觉得 道德上 我再强调一次 不应该攻击他 第二 作为一个有责任的男人 你应该先要将这些 有可能引发矛盾的东西 处理好 你先去过你的幸福生活 如果不是的话 你只会为这个社会 带来一个非常激烈的话题 会引致社会矛盾 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引起香港本土人 对大陆新移民的歧视 这个就是可白的社会责任 现在这件事发展会如何 我觉得每一天都有新的进展 好像那个访问本来就说 本来要播出的 是一个很更新的一集 怎样才播出了一分钟 就说请你留意下一集 令观众大家都在吵 就觉得你骗我 又说今天会播 怎样知道原来 就预告明天再看 其实我觉得是全香港的人 明天再看之后有没有 会有 大微博这两天一直在发烤 每一天都有新的资讯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应该还有一段时间搞 我相信这件事如果要断尾 一定要法律介入 如果法律不介入 大家永远在靠感情去判断 谁错谁对 其实除了大家说 会疲倦 没有这回事之外 其实根本问题是没有解决 因为社会遇到这些事情 我觉得其实无论是法律界 或者是社会的社工 甚至是其他人士 应该把这件事 最重要是 把它视为一个 以后处理类似问题的典范 因为你刚才说 香港聪明仔李隆基 他虽然是搞得一锅炮 但是他没有形成了财产上的争执 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也是香港聪明仔 但是会不会是因为 他本来已经不成为聪明仔 但是因为他的女朋友被人拘捕了 所以在这个时刻 他是聪明仔呢 他的女朋友被人拘捕了 是违反了香港的居留法 违反逗留条件 始终会有释放那天 最关键的是 李隆基说他一放监 他就会娶他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他娶他还娶他 他买一间屋为买一间屋 这间屋是联名 还是李隆基自己的名字呢 这是李隆基自己的选择 有一件事叫分钱协议书 分钱财产协议 如果他有财产协议书 那就是聪明仔 我给你的只有感情 以及以后生活的照顾 至于我以前的财产 你就不要想了 这件事其实是可以断了后患 当一个人没有可能去贪念的时候 他就不会有贪念 但如果你因为你自己不严谨 你给了一个机会去贪念 你就刺激起他的贪念 这个责任在你身上 所以我一开始认我李隆基是聪明仔 看来这件事都很久了 希望最终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法 大家都这样看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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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